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義晨熙 公義學家 我都自己講說我是畫工 一個畫將而已 藝術教我不能承受是這樣 桃園有一個錦弧宮廟很大 廟後都是戲院 那我常常走到戲院那裡 看人家在掛板 我在下面看一塊一塊街上去 我想說這個看板 假如是我畫的那多好 就一直跟我爸爸講說 我來隨這個看板畫畫 進到廣告攝影裡面 那個師傅就一進門就給你講說 你自己要認真水 沒有薪水 沒有火石 沒有住宿都沒有 空檔的時間 師傅在畫你可以在旁邊觀看就好了 自己磨練自己練習 今天師傅畫哪個地平行 我也跟他水畫 車上水到半夜回家 有時候下面沒你 那旁邊的竹林一直叫 那我一個一直擠一直怕 好像有鬼在後面追我一樣 我門一關我就哭出來 不給家裡人知道 我想說我要放棄了不睡了 既然跟父親講說我要睡了 為什麼要放棄呢 所以我忍耐還是繼續待下去這樣 西門町他們畫的那個場面大 因為樓高嘛 然後那邊的舒服畫的那個色彩比較鮮艷 我進去我上面有一個書胸 我們兩個就是買個手電筒 一人騎一部腳踏車 從桃園騎到台北西門町 都是半夜人家戲院都打烊了 然後用手電筒照著他們 舒服畫的那個畫畫色彩 都把它繼續管抹回來這樣 你光線放不上去就不會鮮艷 那這樣看起來衣服穿起來就軟軟的 那科技電腦出來有電腦輸出嘛 那就期待我們的手工彩繪工作了 剛好那個時候是奧倫戲院景氣也不好 一家一家的歇業 我沒有被淘汰是我繼續還在畫 有戲院在繼續畫 那繼續畫外面看得到嘛 戲院有講說假如明年萬一它停了 那真的是外面就看不到這個手會看板了 那麼多年一夾紙了 那這是時代變遷沒辦法 就是把我這個行業淹沒掉了 因為它是在一起的 那是屁股的 這次夜要不是 entrance 那是時代人的 那是一端陽 那是一個叫做的 那很多送生不起來 我每天都坐在著 條路人2面4號 共畫 пог Tags 真的我一切家裡 什麼都是靠這首屋來出來的 所以我不會若說 做這一行不好這行 大家都退休退休改行改行 剩下我一個繼續在畫這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